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名出品 李宗监制——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名出品录音 李宗监制 早已忘了下你 男子文是帅吗 每分每秒都被你 佔据在心中 你的一舉一動堅持在我生活的心中 誰能告訴我 離開你的我會有多自由 也曾想要躲進別人渾暖的胃腫 可是這麼一來就一定也沒有 我的鬧鬆起早已出門提醒著我 離開你的我無論過多久還是會寂寞 別對我小心翼翼 別讓我看見你 跟著我勇敢的走下去 別讓我為誰轉移 這不是人家的愛情 看著我又說真愛的我 也曾想要躲進別人渾暖的胃腫 可是這麼一來就一定一定也沒有 我的鬧鬆起早已出門提醒著我 離開你的我無論過多久還是會寂寞 我愛你的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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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用的吉他呢是來自蘭頓的夏業 雲山加玫瑰木的旗艦全當吉他 如果想約有同款的話呢 可以搜索淘寶店鋪喵的歌藝詳細諮詢 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首歌運用的不常用和弦有哪一些 首先第一個呢叫做G大七 其實就是在G和弦的基礎上呢 放開中指 放開小拇指 把中指放到了一弦的二屏上 或者是用十指也是OK的 下一個呢是C大七 就是C和弦的基礎上放開十指 好 再下一個G和弦 這個G和弦呢跟我們平常的G和弦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用到四根手指 就是把五名指移到了二弦三屏 小拇指放到一弦三屏 再下一個是D 斜杆剩F 這個和弦是在D和弦的基礎上 然後大拇指反扣住六弦的二屏 再下一個是G9斜杆F 這個五名指按在二弦三屏 小拇指按在一弦三屏 然後大拇指反扣住六弦一屏 再下一個是17斜杆C 那這個和弦呢 就跨度會比較大 就是你看我們在一和弦的基礎上 然後放開五名指 小拇指移到六弦的四屏 下一個和弦 D7斜杆C 那這個和弦呢 就是在這個C加9的基礎上 然後呢你看我們把這個十指移到了三弦二屏 中指移到了一弦的二屏 接下來我們看這首歌的前奏 前奏相對來說比較淺 但只有四個小節 而且它主要還是以爬音為主 對吧 比如說第一個小節 去大七的一個爬音 然後第四拍 小拇指移到了二弦三屏 就OK了 你看試一下 一二三四 好下個小節也是一樣 一二三四 再來 一二三四 然後一二三四 就結束了 然後到主歌部分的話呢 主要還是以八分音符的分解為主 因為它這個和弦的變化呢 基本上是兩拍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小節 好 那第二個小節呢 就比較特殊的前面兩拍是它 G9斜桿CF 好第三拍 回到的E7 第四拍回到E7斜桿CG 是怎麼去做變化的 好接下來再往下 到了D和弦這個小弦呢 它又出現了一個 一弦三屏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是 D和弦按的是不動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三屏的地方 小拇指移到一弦三屏 一二 放開 好 然後接下去下一段 這個和弦其實就是 D掛四和弦在我們後面也會有出現 只是我們為了簡化它呢 直接按小拇指就OK了 然後再往下 到了這個要接掃弦之前這個小弦 也有出現這個地方 你看 一二 然後爬音下下上 然後到了掃弦部分 那這個節奏型也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就是下 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上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 然後整首歌的掃弦呢 基本上都是在重複這個節奏性的 但是在後面這個 對我說真愛我 欸 這個我這個小節變成了一個四二拍 好 它這個小節只有兩拍 就是大鼠拍子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這個地方是 一二 一二 三 四 對不對 要重新開始鼠 也要上四了 然後到低可弦 爬音 那又回到了這個分節節奏性了 你看 一二三 慢慢的情緒又滑下來了 然後到了這個尾咒的部分呢 也是跟前奏一樣 你看 G大七 C大七 兩個小節在循環 只是說 它尾咒的部分就變成了一個分節了 你看 一二三 四 二二三 四 一二三 四 開 拍 結束 好了 這首歌的主要內容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我 或者是你已經掌握的話呢 可以添加我們的話題 一起彈其他 參與互動